第140集 刚刚大姐姐身边的丫鬟还在同父亲和祖母说 宫中账上没有银两 连厨房采买菜凉的银子都没给拨 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要没饭吃了 白赫然念叨着 随口就给夜市的下跪找了个现成的理由 虽然白星也想不通他是怎么听到这些话的 但白赫然却说得头头是道 三天后我们就要饿肚子 二夫人在这时候回来是给府上送银子的吗 夜市瞬间就冒了一头冷汗 国公府没银子了 对呀 他走之前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本想着洪家每月都会往府里孝敬 应该很快就能补上 可是上次听两位哥哥说 洪氏居然也回娘家了 是他大意 当时该让人通知惊鸿悄悄把银子补上的 眼下可该怎么办 见夜市有些慌 厉嬷嬷很快就分析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曾经是太后身边的人 如今也是夜家两位老爷的心腹 夜府这么多年通过夜柔的手从白家拿了多少银子 他就是不知道详细数目也能知晓个大概 夜柔在白家时平安无事 总有办法能遮掩过去 可一旦夜柔离府 这些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眼下国公府账目出了问题 白赫然用这个理由来赌夜市的嘴 实在是个高明的手段 想到这儿 厉嬷嬷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 身边的夜柔已经轻轻转一脚向她求助 她必须得想个万全的办法 来把这一关给过了去 厉嬷嬷嬷脑子飞速转了起来 很快就有了个折中的办法 就听她开口对白赫然说 二小姐许是有误会 账目上的事情一直都是夫人管着的 不可能出那么大的纰漏 二小姐初回京 又从未接手过中愧之事 一定是想错了 堂堂温国公府 怎么可能连吃饭的银子都没有 夜市听了这话也赶紧跟着道 没错 阿然 账目上的事你不懂 不是没银子 或许是因为我许久没在府里 账房那边不懂得收账催账 这才导致账面不好看 不过没关系 等我回来就好了 一定会把这些事情全部处理归正的 厉嬷嬷又接着道 没错 只要夫人回府 家里就一切都正常了 说着 又转过头对着一众百姓 摆出了一张难看的笑脸 让大家见笑了 要不怎么说 家里还是得有个女人管着呢 这府里一少了夫人 马上就乱逃 男人和小孩子 怎么是管账的好手 这些事情还是得夫人来 大伙说对吧 这是她第一次 如此和蔼地 跟普通百姓说话 一时还拿不太好 面部的表情和腔调 听起来怪怪的 但百姓们却也不太在意 人人都知 丞相门前三品官 给大户人家当奴才的 那都是带着主子的脸面出来 如何能跟他们普通人一般 于是有人点头附和 是啊 家里还是得有个女人 我家媳妇回娘家两天 家就乱得跟个狗窝一样 简直没法助人啊 人们哄笑起来 也算是又把这个事给 插了过去 夏阳秋在边上 黑黑笑着 小声跟白赫然说 这叶家人 可不好对付啊 白赫然点点头 是不好对付 否则他们也不可能 主宰这白家这么多年 不过从前是我没回来 如今不同了 我若再让他们踩在头上欺负 那岂不是丢了石爷的面子 夏阳秋对此十分赞同 王妃能这样讲就对了 您跟石爷未来是两口子 现在也得是一伙的 您说话做事啊 必须得拿出他的派头来 哪怕是石中之一呢 也够他叶家 喝上一壶的了 白赫然对此深以为然 看来丽嬷嬷对我们白家的事 清楚得很呢 连我们宫中账上 到底有没有银子都知道 白赫然再度开口 带着算计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左右都是二夫人 跟父亲之间的事 只要父亲能接受这个说法 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这三天后我们该吃什么 唉 反正都是亲戚 大不了我带着一家 老小的叶府吃饭去 不过就是一日三餐 吃完我们就走 相信叶家 应该不会将我们拒之门外吧 丽嬷嬷的脸色不好看了 一日三餐到叶府去吃 吃完就走 当叶府是饭馆子呢 不过这种时候 他不能说这样的话 只好陪着甘孝应道 当然不会 老奴欢迎 欢迎 呦 白赫然笑了 叶府什么时候 由丽嬷嬷说的算了 你说欢迎就欢迎 丽嬷嬷一愣 随即赶紧道 是老奴食言 白赫然点点头 嗯 是失言就好 否则我还以为 叶家改姓力了呢 真是好笑 他眼住口笑了一会儿 然后问白星野 父亲快将二夫人 接回屋去吧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回来的 您就别再生气了 银子没了 再赚就是 更何况 二夫人也说了 不是没有 只是我们没找到 家里的钱在哪儿 回头好好找找就是 一日夫妻百日安 父亲可得念着夫妻之情 不能再将二夫人 赶出府去了 否则我们都得饿肚子 白星野都听糊涂了 这怎么又成他 给撵走的了 分明是 他刚想开口理论 夜市却又悄悄地 扯了他一把 到了嘴边的话 就不得不再咽回去 对呀 不能理论 甚至提都不能提 夜市离府是石殿下做的梗 好不容易白赫然 不提那茬了 他若再提 岂不是自找苦吃 比起石殿下那一出 现在换成由他 跟夜市夫妻不合 吵架感人 似乎就简单得多了 而白金红显然 也想明白了这番道理 赶紧俯身下拜 用楚楚可怜的声音 同他说 求父亲消消气 原谅母亲吧 于是他不再争辩 咬咬牙 点头将这个事给扛了下来 夜柔见白赫然松了口 心里绷着的那根弦 终于也放了下来 只要白赫然不再与他为难 能让他顺利地 住回到文国公府里 就一切都好说 后面的事 不管是银子还是什么 他人回来了 总能有解决的办法 当下再不多话 由着白星炎和白金红 扶着他 转身就要往 扶喜院的方向走 这时 就听白赫然疑了一声 然后疑惑地道 哎 二夫人今儿到底是 干什么来了 他这话一出 边上站着看了好一会儿 戏的韩天刚 一下就来了精神 刚才他眼见下阳秋 就跟白赫然一句又一句地说话 心里头着急呀 也想掺和掺和 在这位未来的尊王妃面前 找找存在感 表表他想站队的心意 这会儿白赫然一句话 他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 于是赶紧开了口 大声问道 本府可是记得 二夫人回府 是为求诊来的 哎 不是说要治眼睛吗 这怎么的 不治了呀 就这么走了 温国公府的二夫人 以后就当瞎子了 哼 那可太给国公爷丢脸了啊 这大小宴席的 怎么枉出带呀 他一边说一边连连叹气 不住地道 可惜呀 这真是可惜呀 边上 孙师爷也跟着补刀 大人多虑了 就算二夫人眼瞎了 可国公爷 不是还有那么些爱妾呢吗 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带呢 韩天刚恍然大悟 他拍拍孙师爷的肩 要不怎么说你是师爷的 就是精细 本府就没想到这一层啊 说完 又冲着白星言道 国公爷呀 快去吧 这二夫人折腾这么半天 眼泪了 赶紧扶回去休息 刚刚是本府想得浅了 没考虑到这一层 也是啊 切实都年轻漂亮的 有这么好的机会 还不得利用好了 国公爷真是深谋远虑 在下佩服 实在佩服 白星言鼻子差点没气歪了 夜市也是气得头顶冒清烟 白金红更是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拼命忍着想打人的冲动 白赫然却对这位上都府尹刮目相看 他小声跟夏阳秋讨论 这位府尹大人真行啊 他身边的师爷也是个可造之才 夏阳秋哭笑 上都城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东秦京都啊 能在天子脚下坐到这个位置的 怎么可能不有点才干呢 更何况这一左一右 师爷都见天地盯着呢 这位韩府尹 但凡有一丁点的立场不坚定 他这个尹府的位置都干不到今天 白赫然明了 果然 天子脚下一条心 听了韩天刚和孙师爷的话 一众百姓也忍不住询问起来 哎呀 国公夫人 真的不打算直眼睛吗 真的就想一直瞎下去 这国公府的夫人 还真是贴心啊 宁愿自己受苦 也要成全国公爷 疼爱妾室的心意 老夫人在边上提醒众人 是二夫人 不是夫人 我们府上真正的国公夫人 在多年前已经过世 这位是续贤之妻 人们立即点头 纷纷表示明了 白赫然面上笑容又打了开 只是这笑容里狡猾更深 二夫人 快回来治眼睛吧 在夜市听来 这一声快回来治眼睛 无异于叫魂 就跟快回来送死吧 是一个道理 她打心眼里 不想治这个眼睛了 因为原本眼睛就没坏 只不过抹了点辣椒水 让眼睛看起来红肿一些 眼泪多流一些 回头拿清水洗洗也就没事了 可这出戏是她自己演出来的 线下被白赫然连手 那该死的韩福音 给逼到这处 已然是骑虎难下了 白惊鸿都快气炸了 白赫然这是摆明了 不想让她的母亲顺利回府 什么治眼睛 治人还差不多 她装了十几年端庄娴熟 却在白赫然回府之后 每每与之相对 都感觉要装不下去 眼下外人虽多 她也快要装不下去了 然而 叶氏就在身边 她太了解自己的女儿 在这种时候 她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白金红 圆形毕露的 于是用袖子藏住手 轻轻捏了白金红一把 白金红忍了又忍 勉强将这口气暂时搁置 然后瞪着一双 憋得通红的眼 转头去问白赫然 二妹妹就不能放过母亲吗 白赫然不解 这说的是什么话 明明是二夫人 自己来求我看病的 谁不放过谁啊 白金红被堵得哑口无言 心中也是懊恼 母亲伤到哪里不好 非说伤到眼睛 万一这白赫然使了坏 把这双眼睛 彻底治得看不见 可怎么办 她的担忧都写在脸上 求助的目光 不由地投向了白星言 可白星言却冲她 微微摇头 还给她一个放心的眼神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那样 好了 这次在一起 那边 我学你 我学你 我学我 好